当时很多228发生的时候 全台湾暴乱暴动 然后很多外省人是被人 当时的本省流氓 挨家挨户去搜出来 然后带走或者是打死 当街打死的 然后事后国民政府来平乱 对不对 平乱之后去找出那个烧杀掳掠的 那些人对不对 如果任何人有冤屈的话 其实都可以去讲 就是都一直有这样子管道 你可以去诉说你的冤屈 但是问题是现在党产会的做法 他是粉末导致的 对不起 促转会 让子弹飞他这部电影 大陆的电影里面 他有一个桥段是有一个人 他吃了凉粉 那另外一个人就指控他说 你吃了两碗凉粉 你只付了一碗的钱 那他说没有 我只吃了一碗 我当然是付一碗的钱 就所有人说你吃了两碗 不然你拿出证据说 你只吃一碗看看 他们拿不出证据 他已经吃了 我要怎么证明 我只吃一碗呢 对 他就把他的肚子剖开之后 把里面东西拉出来 跟他说你看 我真的只吃了一碗 然后他就死了 促转会就是这样子 在对待国民党的 我们没有做的事情 没有办法举证 因为就没有做 没有没有做的人 怎么会去举证呢 是你要去举证 说国民党 你说你做什么坏事 你是你要去举证 因为你认为他有问题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举证责任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在司法上 大家要讲无罪推定 就是如果你做的是 有罪推定的话 你更会冤枉别人 你更会冤枉别人 所以我要讲 促转会很奇怪 他基本上 他用什么除够法 他是把国民党等同于纳粹 国民党是纳粹吗 我就问国民党是纳粹吗 纳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他们是特定的去以残暴的方式 毫无理由无杀差别的去屠杀某一个族群 他们是种族主义 他们是不适宜的人种 他们就全部屠杀 把他送进毒气室 国民党是这样子吗 当时的这段历史是这样子吗 当时的状态是 国民党政权的人 都容易受到迫害 是种族主义吗 比如说最终 比如说最近中元节 都要一律杀头吗 如果要这样子杀头的话 现在还会有本省级吗 一个这么优秀的学者 被这个警长抓去 失去了生命 难道我们不应该追究吗 到现在还没有讲清楚 陈文成如何过世的 韋三 陈文成的事情还没有证据 不要拉到这边来 那我想请教 如果你认为国民党是这样子 万恶不赦 应该宣布国民党是叛乱团体 应该不准国民党 国民党到现在还是合法的组织 在德国如果你要用除够法的话 前共产主义国家 或者说是 或者是德国 他要对 他 你在德国 你是不能够成立纳粹党的 因为是非法组织 那你们现在就应该把国民党 定义为非法组织 或者说你们现在就应该 把台湾 把中华民国废掉 然后应该建立台湾共和国 然后就把所有的过去的重新开始 那你现在要做其既往 然后要违反无罪推定 这两件事情都是宪法保障人权里面 最重要的 最起码的基石 吴医生委员 就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是 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我们这个不宪法还活着 可是民党立的任何的促转法 或者是党产条例 他都不管宪法 完全违宪 也不保障人权 亲爱人权 可是我们哪有没办法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照顾到人权 我说这是一个新的白色恐怖 开始了 而且这样搞下去的话 台湾会造成另外一个新的228事件 换句话说各位要知道 今天是民进党执政 全部五院全部都 几乎都民进党了 除了考试院不是以外 那我请问你民党执政以来 你可以把过去的军统调查局 国安局或者是当时的警备总部 所有的资料 所有机关架全部会整 你黄黄雄当官监裁委员 你促转会的主任委员 也就是说你今天要查案底的话 你为什么是到国民党的家里面来 到国民党的智库 而且智库还是威权体制时代 以前没有的 是他定的那段时间的以外 以外的根本就不是的 所以为什么是两个月要国民党交出来 各位两个月就是刚好 两个月之后 台湾要选取了嘛 因为要选取了嘛 所以两个月你国民党拿不出来 庄里拿不出来 我就给你修理嘛 我就给你修理 你国民党是怎么样不公不义嘛 所以我要说的 就请大家我再讲一遍 过去党政不分的时代 就算228有判刑所有的案例 也不会放在国民党党部 一定是在军统 在调查局 在警备总部 在所有的法院或军事法院体系当中 我请问你 促转会有没有去查过 政府机关所有这些资料查了没有 你如果说我查了都没有 所以因此我反过头来说 请问国民党你有没有 如果是这样 我还觉得有点道理 你记得有没有清查过 政府所有的体系的案发 再第二个 刚刚伟生讲的 有一点 如果说228有受害者的话 我们应该从以案找人 或以受害者找人 现在都可以啊 你当时哪一年的根据他的家属 根据他爸爸 如果是他已经死掉了 或者是还在的 就把他追出来 像乌伯雄家属不是说也是228的事件者吗 吴委员 吴委员 现在台湾的法律 228或白色恐怖的赔偿条例 非常宽松 而且到现在 而且那个钱根本就申请不完 到现在找不到人 你随便 没有错 我正在推这个东西 所以都已经有了 所以按照民进党的讲法 跟所有的台独分子的讲法 228杀死了十万人 二十万人 那我请问你228基金会 从陈隋变总统时代 到马英九总统 两个八年十六年的时间 登记了多少 赔偿了多少 证实了多少 到目前为止 总共就是八百多个 而且很宽松 你只要在228前后 227 228 甚至三月一日 因为意外死亡 你不用拿任何证据 只要是意外死亡 都可以去请你这条钱 也不用是直系亲属 三等亲 没有错 就可以去拿钱 这么宽松 有六 有八百万可以拿 对 为什么 到现在只有八百个人去拿 然后 可是民党可以继续继续讲 有十万人 有二十万人 被国民党杀了 所以蒋介石是杀人 魔王 那这样的我们第一段 讲到那些淹水的事情 大家就不会去想 哎呀 就会想说 国民党可恶啊 这个我们要消灭国民党 党产会 促转会 还有司法 就是民进党 这是选举最厉害的武器 一边操作的是政治 那你今天看到的这东西 你知道促转条例里面 最奇怪的规定是 这个促转会 两年之内 就自动没有了 就没有 这个单位就消失了 蔡英文的任期 大概还剩两年吧 哦 啊 他任期结束 哦 中华民国就没有促转会了 因为那时候就变台独共和国了吗 是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 但是你竟然看到 这些东西都是为了选举而成立的啦 顾立雄有大功 他就升了经管会的主委 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觉得不合理 哦 不合理就是针对国民党啊 对不对 我几个眼前的例子嘛 马航九最近又被起诉嘛 说他背信 马航九背信为什么 又把党产便宜卖给别人嘛 所以你就背信 你对不起你的党员嘛 对不对 你是党主席啊 怎么可以这样 对 那眼前 我刚刚骑车经购了地宝啊 地宝过去是中广土地 过去吴医生在中广乌国 便宜卖给了 对不对 洪胜 建卖给洪胜 建卖给洪胜 本来130亿的土地 卖了90亿嘛 对 那我要讲了 后来洪胜 他就找他的亲戚朋友 女儿 七十几个人 然后分批 汇钱给李登辉 李登辉那时候党主席啊 那李登辉 总共收了多少 2.9亿 这些检察官通通查出来了 他不只 如果照这个来讲 这样没有对价关系吗 有对价关系还背信啊 不起诉 通通不起诉 检察官吧 我们下次把那个证据拿出来 检察官 连公文都有啦 对对 公文 好来来来 我们来重温 所以我在讲 你今天所谓的公义 公平正义 因为黄黄雄说 我上任就是为了和解 我才可以干这个主委 不是嘛 我看到就不是 台湾的政治领袖 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在为自己 小聪明小算盘 为了自己的选票 所以基本上 一个缺乏智慧的领导人 就会造成一个地区 长期的动乱 谢谢大家